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贿赂我是不是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我 我是刚加入阵级队的 我没干过坏事 我告诉你 我们共产党是优待俘虏的 只要你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我们会宽大处理的 知道吗 我 我要是全说了 真能回家吗 我问你 你杀过老百姓没有 没有 没有 只要你没有血债 配合我们交代问题 回家是没有问题的 知道吗 你是出来撒尿来了 还是跟我聊天来了 我 我一紧张 尿又憋回去了 我告诉你 少给我耍滑头 起来 回去 走 告诉你 共产党是优待俘虏的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快点 走 桑部长 医生 你 你这是 你这样可不行 太麻痹大意了 他跑不了 跑不了 跑不了 跑了就晚了 执行任务的时候怎么睡觉 我有点困了 困了 困了就回去睡嘛 不行 我得在这儿 一会儿还有人来接班呢 你这儿 你先回去睡 我替你一会儿 等你睡好了 来接我的班 桑部长 你回去先回去 行了 这是命了呀 快去 是 去吧 好 对了 许正 这样的捆法可不行 那怎么捆 早上接我班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去吧 去吧 桑部长 水尚 来了这么早 那值班的战士呢 我让他休息去了 桑部长 你也回去睡吧 也好 小心点了 我想上忙房 想明白了没有啊 我想明白了 我今天全交代 你要敢找罚头 我就一枪崩了你 我 我哪敢呢 水尚 当心点 这小子刚上过忙房 怎么又要去 你给我老实点 到底真想上忙房 加上忙忙 真的 还可以 自己在这儿 站住 站住 再不站住我开枪啊 真是不好意思啊 周先生 别送了 好 跟我都挺忙的 老肖同志 委屈你了 柳书记啊 不委屈 我觉得这位桑同志啊 还是很有原则性 和正义感的 他应该不会是特务吧 多谢你了啊 周县长客气了 都是友林的兄弟县 我们也希望 帮你们揪出内奸嘛 当然 最好是柳杭县委里 根本没内奸嘛 你说得对 也许啊 是我们多虑了 水生 你护送老肖出去 要注意安全 是 老肖同志 这边请 好啊 那最后再见 后会有期啊 后会有劲 老周 我 我 我怎么说你才好呢 那就别说了 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幸亏是没出什么意外 一旦出现意外 我怎么 怎么向同志交代 你 人家老肖都觉得 桑义舟同志是可靠的 再说了 现在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 也是我们用人的时候啊 你这会弄巧成拙的 好了 别说了 队长 你说这王八蛋 他怎么那么交换呢 是啊 我们都试了两次 他硬是没露马脚 要不这样 咱想个办法 把那王八蛋给弄出来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就说高飞要见他 行啊 这 这 这行嘛 你想想 只要他敢出来跟我见面 我们将计就计 一下把他给干掉 高飞大队长 听说桑义舟在你们这儿 说很想念他 而且他想邀请桑义舟同志 到游击队 去给战士们做训练 毕竟桑义舟同志 是军区派下来的 有带兵的经验 你看看人家高飞大队长 多会用人哪 把咱们这桑义舟 真是用在刀刃上了 应该让他们两个人 尽快见个面 高飞同志和桑义舟同志 那交情很深哪 你征求一下老桑的意见 还征求什么呀 他们互相帮助 那他肯定愿意呀 高大队长也是这个意思 再说我们现在的地方 离你们近了 见面更容易些 我呀 也正想跟高飞大队长 见见面哪 这样吧 我们就约在同山 具体的时间呢 我们再定 好 那我现在去通知高大队长 好 到时候我跟老桑一块去 好 谢谢周县长 有数据 好 老周 这可是天赐良机呀 你什么意思 老特委的高飞同志回来了 如果他不认识桑义舟的话 你还在怀疑他 走 天 好 二位 吃好了啊 慢走 慢走啊 常来 来啦 在里边等着你呢 去 二位 吃饭呢 不好意思 打烊了 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 我看情况紧急 我就把你遇到这儿来了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真机队的沈大队长 这就是三四八 快坐吧 他约你见面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他无非是想 趁着我们见面的时候 把我给干掉 你要是不去的话 必然会引起那姓周的怀疑 如果要是去的话 我要盼你遭到他们的暗算 真是麻烦哪 麻烦谁都会有的 我想他的麻烦更大 只要那个姓周的在场 就一定会认出来的 我也可以揭穿他 只要姓周的在 我想他未必那么猖狂 那如果他们在背后 向你放黑枪呢 据我所知 他们那儿的人手可是不少啊 如果你去了以后 他们先处置了你 然后再慢慢地 向那个姓周的解释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干脆咱们出一个营 把真要塔团团围住 叫他们来个一窝端 逃避不是办法 我倒是想看看 他有什么能耐 我看你还是三四二后行吧 万一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被撤池查办倒是小事情 这艳术三四八计划 这一泡汤 这一泡汤 这可是大事 这个戏啊还没有唱完 谁唱到最后还不一定 只要手里有牌 谁都奈何不了我 要是周县长把你认出来 咋办 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们先把他给干掉 可是 怎么才能把他干掉呢 这样 今天晚上 镇阳塔旁边有一片小树林 我们前前把队伍埋伏在那边 阿龙带你当埋伏地点 只要他们一到 我们一下就把他给干掉 然后再跟周县长解释 但是这样的话 我担心周县长就更不相信你了 没办法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想把他干掉再说 我相信周县长会理解他 你们看 这个是我们 阿龙带着他们从外围 这两边呢 都有群山 中间过道狭窄 的确是很危险 那这个地点定了吗 地点已经定了 我们已经通知高匪大队他们了 那要是这样的话 能不能把县大队带上 为什么呀 因为这里边啊 敌人经常出没 本来是一个好事 我就怕出了岔子 不行 县大队化整为零 就是为了保存实力 没有重大的行动 不能集中 要是这样的话 那就难办了 是吧 顶多派上一个牌 好啊 有总比没有强 准备好了 阿道 队长 怎么样 都够好了 好 到时听我的命令 把他们给包围起来 记住任何人不打开枪 应免上了其他的动静 是 好 队长 心患不妙 怎么样 他们带了一个牌来 有四十多人 还有机枪 对手的阴险 超乎了桑义舟的想象 他必须在杀死敌人 与四乡残杀中 做出抉择 怎么办 队长 这样 撞他下去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乱动 是 你看 三一阵同志来了吗 喊你呢 是不是高飞同志啊 好像是吧 走 过去看看 周院长 我觉得很怪啊 怎么就他一个人 我看 还是我过去吧 我怕其中有诈啊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能夺去了反而复杂了 那好 你小心点啊 你小心点 我是桑义舟 我是桑义舟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 他们俩还挺热情的 你不是高飞 你也不是桑义舟 我一喊 好戏就会开始了 好啊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 我既然敢来 我就敢死 你就死好啊 就是做了鬼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做鬼你也是孤魂野鬼 两边都是你们共产党的人 死之前 不想看到自己人 有一场恶战吗 即使你死了 也不能证明什么 到头来 我是真的 你是假的 不知道 这大队长怎么跟这个贾桑 搞得像个朋友似的 我相信我的同志们 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处 我相信我的同志们 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处 真的假不了 假得真不了 这怎么握手这么长时间啊 老桑 是高飞同志吗 是高飞同志 周县长 你快过来吧 老王 原地待命 好 你们俩一见面 就聊那么长时间 也给我介绍一下高飞同志啊 好 差一点忘了 这位就是高飞同志 这位是周县长 周春梨同志 周县长 您好 九元大明 您是金国英雄啊 高飞同志也是大名鼎鼎啊 看样子 你们两个真是英雄相惜 相见恨晚哪 这手握在一起 就像粘在了一块啊 放不开了 是啊 方小田同志怎么没来啊 路上的情况比较复杂 带上一个女同志不方便 他让我带她问您好 看 还是高飞同志想得周到啊 方小田可是个好同志啊 只不过 他在你们游击队里边 担任指导员的工作 还是经验不足 要不这样 我忍痛割碍 让我们的桑义舟同志 到你那儿去工作一段时间 你知道 他是军区派下来的 文化程度高 政治素养好 而且特别擅长做思想工作 让他去帮着帮着方小田 你看怎么样 那当然很好啊 就怕桑义舟同志不肯来啊 哪里哪里 周县长 高飞同志敌后的经验 要比我丰富得多 我怕我去了会搬门弄斧啊 那倒是 有高飞同志帮助方小田同志 我就放心了 周县长 我刚才在来的路上 发现敌人的搜索队 正在向这边运动 我看这儿不宜久留 要么你们先会 咱们改日再见 那也好 不久就要重新组建 灵通特委会 你们高飞游击队 是咱们灵通地区 重要的敌后武装力量 到时候 你们一定要来参加呀 那好 今天就这样 咱们后会有期 我会有期 手刃仇敌的计划 不得不放弃 桑义舟不想成一时之快 而充当了敌人阴谋的帮凶 累了吧 爸 快坐下歇会儿 怎么样 见到高飞了 见着了 长得胡子拉叉的 跟个猛张飞似的 跟我想象的一样 真是高飞吗 那还有假 桑义舟跟他一见面 俩人亲热的 握着手说了半天 都说什么了 都说什么了 他们俩先见的面 我是后上去的 这回应该打消你的疑虑了吧 高飞 你还怀疑高飞是假的呀 他们俩都见面了 你还有什么疑虑呀 我说老柳啊 咱们俩今后的心思啊 就放在特委扩大会议的 筹备工作中去 今天可把我累坏了 我得歇会儿了 好了 方指导员 你看一下 这是华中工委 召开地区扩大会议的通知 华中工委决定 在这次扩大会议上 将选举新的特委领导班子 并且部署重建特委的 有关工作 目前各村各镇的党组织 都已经接上了关系 太好了 就是时间是不是紧了点 是啊 上级决定 明天晚上六点 在沙溪口村 召开这次扩大会议 他们要求队长和指导员 一起参加 阿龙 这一路辛苦你了 赶紧去吃点东西吧 方指导员 要不你就先走一步 赶到啥些口去报道 否则就赶不上预备会议了 我把这边的事情 处理一下再走 为什么呀 我们应该一起走 还有上次你去找周县长 就没跟我说 有什么问题吗 方指导员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珍珠了半天 还是决定跟你说一下 我不是高飞 我是桑义舟 你说什么 我是桑义舟 周县长 六兄弟 桑义舟早就来了 你看 这是我的派遣涵 桑义舟 广告 他叫汪德成 是混进我们特委的内奸 是 后来 我为了证明我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袭击了警察署 杀害了日本军事顾问 留下了我的真实的名字 桑义舟 怪不得 这几次留下来的笔迹 完全不一样 我已经把照片 交给周县长了 我 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处决了叛徒马学问 但是晚闻又想到 柳航县委依然中用了那个假的丧义舟 正正的暴露 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那你上次去见周县长和那个三亿舟 是什么意思 我早就做好了跟他同归于尽的准备 所以没有通知你一起去 让你留下来 我还有一个自信 就是希望有赵一日 能够在周县长面前证明我的真实身份 证明你的身份就那么难呢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难 因为我现在跟所有的上级都失去了联系 现在唯一能够证明我身份的是高飞同志 但是他现在也随军区转移了 我为什么叫高飞游击队 就是能够希望引起他的注意 早日证明我的真实身份 你放心吧 大队长 虽然我不认识丧义舟 但是至少我可以证明 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和你相处的时间里 你做的都是革命的事 其实刚好 我们可以借这次扩大会议 把你的事情跟组织说清楚啊 谢谢你 谢谢你的理解 汪小田是桑意州此刻全部的希望 他期待着这名柳航县委信赖的情报员 能帮他在特为扩大会议上找回身份 这是共军十一纵队的独立旅 他们发现我军的动向之后 跳出包围圈 掉头南下 到达河浦后 突然失去了踪迹 国防部分析 他们有可能向灵通方向流窜 因此严厉我们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并派出侦察部队进行搜索 一旦发现他们在我们的防区之内 立刻进行合围 是 报告 进来 你们去准备吧 是 杨玛 三四八提供消息 明天晚上 灵通地区特委将在沙西狗村进行扩大会议 到时候 灵通地区所有的共产党头目全都参加 会议将预计一天开完 郡座 我想这对于我们来说 可是一次千载能复的好机会啊 好 对了 三四八还有一个要求 讲 他说一定要在沙西狗村口设防 严防高飞去参加会议 我明白了 真的和假的是不能碰到一起的 好 我马上命令三十四旅 火速前往沙西狗设假 我发现呢 最近连平 铜山等地的敌人 活动非常地频繁 通往灵通的公路两侧 他们也修除了攻势 好家伙 连大炮都会拉出来 我看这阵势 他们是要狠狠地干一场 还有其他情况吗 其他的情况暂时没有 但据我判断 他们是要应付 从北面方向来的进攻 这个情况 跟当初首长估计的是一样 好 郝瀚 我要跟你说点事情 你说 队长 我已经跟指导员 说明了我的真实身份 你跟他说了 他什么反应 他当然是很信任我 现在是这样 刚刚接到通知 上级之事 要重新组建临通特委 会议就定在今天晚上 在柳华县委的新地址 沙西狗村举行 好事啊 并且上级 还委派了一个新的特派员 来负责重建工作 方指导员的意思是 希望我能够在今天晚上的 会议上公刊自己的身份 我觉得有道理 但是同时我也有顾虑 所以我想交代你两件事情 你说 第一 万一我回不来 队长 我说万一 万一我回不来 你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坚信我们选的这条道路 是正确的 一定要带好这支队伍 发展的 壮大的 我相信全中国的解放 已经不远了 队长 你放心 我一定跟共产党走到底 绝不动摇 好 第二件事情 一定要想办法 除掉那个假的丧衣装 只有这样 临通特委和我们的党组织 才会安全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明白 我一定让这王八蛋不得好死 好 拜托了兄弟 队长放心 好 知道了 报告 进 好 知道了 明白 好 好 再见 初总 一切准备就绪 部队正在待命 请指示 这真是天赐良机啊 如果我们连这次机会都抓不住 那就是对老天的不敬啊 君座已经下命令了 这次一定要把临通这个死钉子 给我罢掉 一起见面 是 好 对了 贾德 我准备把你演出戏 演戏 演什么戏 大哥就跟你说这些 你别闷着 你说句话呀 你别闷着 部队好害 你不觉得大哥刚才跟你说的话 句句好像都在交代后事一样吗 是 我听着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你想啊 如果临通特委上没有一个明白人 那队长不能冤死了 不行 我得是保护大哥 你别冲动啊 我可答应了队长要好好带好游击队的 你傻呀你 好害我告诉你啊 大哥的性命现在比什么都重要 今天我黎宝俊就是死 我要把大哥保护好了 我还不知道这些吗 我们都走了游击队水管呢 这不还有老少吗 老少 来 我把冲锋箱留给你 你把架子给我看好了 接触 冲锋箱是我大哥留给我的心肝宝贝 你一定要给我看好 你放心吧 你去不去 去 我跟你去 但是有个前提 如果没什么状况 别让大哥知道行吗 落里把缩的 老赵 把钱给我 老赵 交给你了啊 这次你以高贵游击队的名义 一定要在沙溪口 给我好好地闹洞一份 住手放心 这次我一定把灵通特尾这台泥水 搅得浑浑的 让他们跳进去也洗不起 我会派险三带着大部队 在你的附近侧营 是 去吧 走 快乐 你让他不停 我会把网欺到了 你俾人 看欺历 队长远 现在的天洋 反应 你俾人 当您的天洋 真老的天洋 没有埋伏 快走 走小路 好 欢迎 欢迎啊 柳主任 好 欢迎 这样 周先生 你好 柳书记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 你还活着呢 你都还在 我能一个人去见阎王爷吗 是不是 今天可是特委会啊 你来晚了 路上关卡太多 我是走小路来的 好 国民党的日子啊 长不了了 以后啊 咱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走大路来开会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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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去吧 快去吧 来 去去 专业长 柳书记 这是我们方指导员 小甜 柳航向运情报员 方小甜向您报道 请指示 你看 小甜还认识我吗 柳叔叔 长大了 快认不出来了 是啊 小甜 辛苦你了 那高飞同志怎么没来啊 他怕人多暴露 自己单独来 应该快了 周县长 柳书记 人都到齐了 咱们开始吧 高飞同志还没到 再等等吧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茶叶 方小甜同志 这就是桑义舟同志 茶叶 久仰久仰 高飞同志怎么没到 马上就来 小甜 走咱们进去吧 好 走吧 太好了 阿龙 来 来 老陈 真够棒的 不错吧 来 喝点水 谢谢 好 来 老陈 来 老宋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代号茶叶 方小甜同志 这是 咱们华中宫里的 特派员老宋 您好 特派员 原来是个小姑娘 巾帼英雄 战则了敌人心脏 不容易啊 谢谢首长鼓励 别看她是个小姑娘 她可是高飞游击队的 指导员哪 好啊 高飞同志来了吗 她好像有事情耽搁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吗 好 那就开始吧 好好 同志们安静一下啊 现在我们开会 灵通特委扩大会议 现在开始 首先由中共华中工委 特派员宋玲同志 宣读工委决议 中共柳航县委 并灵通地区各县镇 相当组织 原灵通特委所遭遇的 沉村事件已获悉 仅向遇难的同志们 及家属表示 沉痛的哀悼 为了加强 我们党的统一领导 在敌战区 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 建立和巩固 人民民主政权 进一步开展 敌后武装斗争 现决定 重建灵通特委 任命 原中共柳航县县长 周春吉同志 临时主持特委工作 直至选举出 灵通特委委员 并推选出 特委书记候选人 上报华中共委 宋玉林同志 也就是本人 作为华中共委特派员 指导并协助 灵通特委工作 但不加入常委 工委指示 灵通地区工作 以柳航县为中心 辐射周边四个县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正面作战 提供有力的后方支援 我们现在有四十五条长枪 十二把短枪 牛不牛 太厉害了 这把枪是高飞大队长 亲自售给我 真的 谁 恐灵 衬衬衬前进 久不后退 你好 同志 你好 快 有警机情况 我要见特委员老苏 你跟我说就行了 我们被别忘围了 同志大家赶快转移 快 走 在最短的时间 联络本地的各个组织 适时召开会议 并且推选出新的特委人员名单 组织机构 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并一并上报 中国共产党华中工作委员会 报告 郑县长 敌人正在向我们逼信 马上就把我们包围了 老宋 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大家静一下 这儿怎么回事啊 不对啊 对啊 大家静一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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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马上转移 老王 到 马上集合队伍 是 来 大家静下 静一静 咱们一切行动 听周县长的指挥 同志们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出发 好 行动要快 来 快走 快快快 小组转 立正 报告周县长 县杂队集合案件 请指示 第一大队打同志 是 二大队 保护好开会的首长们 周县 第三大队 做好掩护工作 周县 出发 跟我来 学校 赶快出 你带两个战士 留在村子里边 敌人很有可能 到这儿来搜捕 要做好隐蔽工作 如果敌人要到张家敬去 你就先派两个人 到夏村去报告 注意安全 我们走了 走 你们两个跟上我 咱们隐蔽起来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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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听 枪声 不会是中央长他们遇上敌人了吧 不是 听着声音是从村口传来的 咱们撤 谁开枪 别开枪 别开枪 哪里开枪 部队遭到还击 还什么击 命令部队跑步前进 包围村子 抓过他 快 是 快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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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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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党分子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快出来投降吧 上 快 报告 屋里是空的 没有发现公党分子 肯定是哪儿走漏了风声的 给我搜遍全村 只要抓到一个 就有希望知道他们的下落 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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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都不要怕 我们来与乡亲们没有关系 我们是来搜捕共产党的 他们刚才还在村子里 现在都跑了 你们有谁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我马上就讲什么三百块大洋 我马上就讲什么三百块大洋